屏東屋台鄉阿里部落的頭目家屋等60件文物 首度離開部落 要到山下的原住民文化園區展覽 因為在88風災過後 通往阿里部落的道路仍然是不太好走 因此要把這個海拔1300公尺頭目家屋裡面的文物搬下山 在過程真的是要特別小心 拥有百年歷史的古物 從300多年的阿里頭目家屋內搬出 進到展場內 要讓更多人了解部落歷史脈絡 也希望傳統文化能完善保留 或許百合這個配置權對一個魯凱族的男性來講 除了身體能力的象徵之外 也象徵這個族群對於保育觀念的一個重視 透過觸摸裡注入信念 為部落祈福 將頭目家屋振家之湖 搬動甚至搬離家屋 由於意味著部落瓦解或遷移 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 不過在88風災後 海拔約1300公尺的阿里部落 大部分居民都搬到長治百合永久屋 因此部落才決定讓文物下山 親自揭開頭目家屋 60件古文物背後的神秘面紗 要跟所謂的平民 也就是他們所謂的高高魯 要一起共同的來創造這個部落的文化傳承 甚至要以身作者才是一個頭目的行為 巴黎過程躲過好雨 颱風侵襲 一件件古文物完好無缺 呈現在大家的眼前 也讓頭目放下心中的大石頭 而在8月26號展覽結束後 胡文物也將重回山上的頭目家屋 繼續守護著阿里部落的傳統領域 這就李傳許證據 屏東報導 他 李傳許證據 屏東報導 《莊氏 時遊》 替我求婦 他 李傳許證據 olution廉業 《莊氏 時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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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永遠